大眾請起立 請合掌 自誠禮佛三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恭請教授法師身座 自誠向教授法師鼎禮三拜 向佛一問訓 大眾法師請就坐 大眾居士請就坐 好的眾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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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恥 我今見聞得受恥 但是我們一直在講這個修行的六極 那六極當中啊 有 上教的六極 通教的六極 通教的六極 別教的六極 原教的六極 六 就是六個階段 極就是 每一個階段 都是極的意思 極叫做佛 就是 剛剛開始我們 會有 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那有這個層級 是 就是 隨著我們每一個人的 修行 程度啦 都不一樣 人有不一樣嗎 你 你能接受 人是不平等的嗎 接受嗎 你能觀察到 好 你自己的 狀態有沒有不平等 就是我 我剛剛 欸 剛出生 然後到現在 幾歲了 好 有很多變化 對不對 那個不平 那個變化就是不一樣嗎 昨天跟今天 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就是 欸 他隨著 因緣法在變化 小孩子 到大人 小數到大數 他就是 隨著 因緣 的變化 他會不一樣 隨時都不一樣 好 所以 我跟你不一樣 很正常 我跟自己也都不一樣 很正常 這是現象 這就是六 可以分成六個階段 你也可以分成 五十個階段 好 那你也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那藏教呢 他就分成 四相四果 他分成八個階段 有沒有 你要成為阿羅漢 那你怎麼 是叫做 欸 越來越 像 然後最後就是 好 那 我今天來出家 出家也是啊 他 昨天跟今天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剃頭的 那個 那一天 最不一樣 對不對 那剃完頭 昨天剃肚 今天 跟昨天有沒有一樣 就一樣了啊 是不是 昨天還是光頭 今天也是光頭 有沒有 好 今天是光頭 明天是不是光頭 欸還是 形象上 是一樣喔 很像 可是其實還是不一樣 每天不一樣 好 那 外向上 一直不一樣嘛 那 一般 我們在 人的界定當中 都會用幾歲 你幾年 你是幾年次的 好 今年跟去年 好 今年跟明年 隨時都在不一樣當中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 只要順應著 因緣法的 現象 它都不一樣 好 不管是色法 還是心法 那 包括 修行 修正 修正 也都不一樣 好 那 這叫做六 在天台的 判 判定 這個階段 就有六個階段 這叫六 好 那六呢 欸 如果我們今天講 阿羅漢就是有 八個不一樣 四相四果 對不對 好 那欸 如果是十二因緣 就是一相一果 悟道就是悟道 沒有悟道就是沒有悟道 正道 避之佛就避之佛 沒有正道就是沒有正道 那菩薩呢 他就有什麼 五十二階位 五十二個位子都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不一樣在 他的 技巧 或者是他的經驗 或者是他度眾生的 狀態 就是不一樣 但是 雖然通通有不同的 分類方式 有的是六阿 有的是五十阿 有的是四阿 有的是一阿 可是通通都是疾 疾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從 表象上講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人緣不一樣 表象上講都不一樣 可是從 理體 本質上來講 理是一如的 你是凡夫也好 你是佛也好 都一樣 你現在還沒有成佛 到你自己 最終成佛 你還是你 是不是這樣 我今天很有名 那你還是你啊 我今天 很 鬱悶 你還是你啊 我很 開心 還是你啊 我沒有煩惱 我有煩惱 都一樣 都還是一個 那個理體啊 所以疾的部分呢 是我們要認識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怎樣 就為了那個不一樣 就要奮鬥 要抗議 要 努力 不管你是作為 帶領大家 越來越提升的那一個 發心的那一個 還是 被發心的那一個 有沒有 我要發心度眾生 那我就要 比別人還要 有力啊 你還可以拉著大家 往前走啊 那你是 被拉的那個 被渡的那個 你就在這邊 待賽啊 有沒有 我就不想走 怎麼樣 你來勸我啊 勸我啊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啊 我不想發心 是不是 我們 每次都是遇到這樣啊 發心的人 很發心 然後發心到最後 就有點煩惱 為什麼 什麼都是我在做 有沒有這樣 那他們都不用做嗎 他們都不用做嗎 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你內心當中 不想做的那一個 那個 那個東西 那個念頭 那念頭啊 是不是 當你的念頭 有 不想發心的念頭 你就會去搜尋 什麼 搜尋什麼 搜尋那個 不用做的那個 為什麼他們都不用做 因為你不想發心啊 你了解嗎 不想發心 那個念頭就會被你找到 你找到之後 你就會去 跟他相應啊 你如果想度眾生 你就會 找到很多 你很忙 可以很忙的事情 很多事情啊 就是 你要做哪一個 但是不管你是哪一個 你都是急啦 急的意思就是 你的本心是沒有差別的 你得要認識這件事 否則 永遠都在抱怨 永遠都在問 為什麼 哪有為什麼 就是你的心 的問題 那 這個 教官綱中呢 他就是把這個 這麼複雜的 人的心都不一樣的狀態了 他把它分類 把人呢 修行人啊 分成四種 四種 其中 我們已經講到別教了 別教的這一類的修行人 別教都只有一種人 那一種人叫做什麼 別教只有一種人 什麼人 不是人的人 沒有煩惱的人 沒有煩惱的人是什麼 只有菩薩 別教只有菩薩 別教是讀菩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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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做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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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做菩薩 只發心做菩薩 所以如果你開始在煩惱心 你就要讀什麼菩 要讀花菩精 你煩惱心很重 就是你沒有在讀菩 你沒有把菩讀到心裡去 你就會一直活在 輪迴的那種心 輪迴的心就是什麼心 輪迴的心就是我 我見 只要有我就來了 你一定輪迴啊 有我向就輪迴 好這不用解釋了嗎 這樣了解嗎 好那生文人 為了不要輪迴 他要破那個我 他破我 用空來破我 因滅惠真 有沒有 他用消滅我的方式 來破我 來器物 真諦 大家記得嗎 這個 藏教的理是什麼 藏教啊 他有很強大的煩惱喔 藏教在第幾頁 第幾頁 來90號 藏教 藏教 這裡講 四阿罕是經 匹尼是律 阿匹坦是論 此教 93頁是 他藏教的六級啊 那105頁 105頁喔 105頁喔 藏教的 修法喔 他是對什麼 開示界內 頓根眾生 大家是頓根還是利根 你還會起煩惱嗎 會起煩惱的舉手 喔 頓根 有沒有 為什麼 喔 你在這個煩惱當中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啊 就很煩啊 有沒有 有沒有煩到 有煩到的時候怎麼辦 就要修什麼關 要修什麼關 吸 有沒有 有煩惱 你要知道有煩惱喔 我 我啊 我好煩惱喔 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很煩惱 你就完蛋了 你至少要知道嘛對不對 那 起煩惱的時候是不是很慘 就被煩惱困住 綁住 重重圍住 那這裡要做什麼 修西空關 出 分斷生死 啊 正什麼 偏真涅盤 好 107頁喔 他就在講喔 藏教不是什麼 啊 啊 很差的根氣喔 說啊 你看我們都是菩薩 我是別教的 所以我都 不屑修藏教 不是 藏教是別教的基礎 他能夠 斷煩惱很了不起 凡夫他只會一直起煩惱 各式各樣的煩惱 抱怨呢 好 煩惱處理不完呢 你每天就是在聽各式各樣的煩惱 你自己都發瘋了 是不是 你解決不完喔 每天就是一直在製造煩惱 你最後就發瘋 那你發瘋會怎樣 發瘋會不會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精神病院的 關到精神病院 你關進去就好了嗎 關進去就不會好 就完蛋了 了解嗎 好我們到場有時候會有一些瘋子來 有沒有 神經病好 神經病來怎麼辦 道場裡面怎麼辦 蘇貞你神經病來怎麼辦 蘇貞會怎樣 隨機應變怎麼應變 你的隨機應變是怎麼應變 又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喔 我就會 先接待她坐下來休息喝水 然後禮佛 然後趕快把她趕走 不會啊吃飯啊 吃飯 讓她休息一下 對啊 然後讓她說說話 她說小姐姐我想要跟你回家 跟我回家 對啊 那那個像心許法師就會帶她拜八十八佛 心許法師帶八十八佛 那為什麼是心許法師的事情 她明明來找你的 對啊心許法師就會很吃飛啊 就會帶她拜八十八佛 那如果是心珠法師她會怎樣 她就會跟她談心 跟她談心 然後呢 就叫她出家 沒有就會 那我們會讓她出坡啦 那心榮法師會怎樣 對 不是啊妳講啊妳講妳觀察到妳猜心榮法師會怎樣 心榮法師會 就讓她如如不動在那裡看她 看她想怎樣就怎樣啊 對啊就隨她啦 隨她三個法師的反應最後就是 那心傳法師會怎樣 會循循善有耶 真的喔 對她會很有耐心 那我會怎樣 我跟妳說我會怎樣 我會說 苏贞你处理 对那我会请那个 赵克 那个玉秋 大家就推来推去 一直来 这件事情是这样 每个进来的都有精神病 对不对 包括你本人 包括我们 只要我们还有烦恼 我们这个精神上都有病 有没有 心里 心里有病 那个就烦恼 烦恼病 有严重的烦恼病 叫做见思病 见就是观念 观念有病 观念 有的人有被害妄想症 只要他 被师父叫一下 他就说我是怎样我有错吗 有没有 那被害妄想症 是不是有人告状 这叫被害妄想症 为什么 因为我 很怕被骂 我不想被骂 我觉得 别人都怎样怎样怎样 那叫被害妄想症 其实那个就是我见 我见 那 还有人呢 就是 我怎么修行都没有用 这叫什么见 修行有用吗 有用 可是 为什么 好人不偿命 我这么努力 我都没有用 有没有 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有吗 他不会听我的啦 因为我讲也没有用啦 好 有没有 那各位 你为什么不想要跟他说 因为讲的没有用 这是什么见 这叫做波无因果 有没有 没有因果的观念 努力 努力有没有用 因为我们知道有用 你才会想努力哦 如果你一直觉得努力也没有用 你不 你其实是不想努力 是因为邪见的关系 懒惰是因为邪见的关系哦 因为他觉得他懒惰没有关系 有没有 做坏事没有关系 会做坏事的人 其实不是因为他 被带坏哦 是因为他邪见哦 在人家背后说坏话 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是怎样 他邪见啊 他没有因果啊 他没有因果观念哦 好 起烦恼哦 然后就 说都是别人的错哦 那个就是邪见的关系哦 他不处理啊 不解决 好 今天这个人来到了道场 你把他 赶走 我没看到 就没事吗 只是你没看到他的事 好像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只要不要在我们这边 就没有关系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 降服他的烦恼 你不是叫他拜佛 因为他拜佛 他拜不懂 你要叫他 教他佛法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学 你教官刚中学起来 你遇到这个 你跟他分析 分析什么 对 他的幻想是 很真的哦 他会把别人的恶意 想成真的 是不是 你上课都没有看我 你根本就是对我有意见 是不是 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 你看你们都在玩手机 那结果 人家是在写笔记啊 你听得懂吗 就是当我要觉得这个人对我有偏见的时候 你会把他的意念 具体化 但是其实只是你想的 那就是你的妄想 你把那个事情当真的 好 好 那怎么办 你得要能够分析到你自己 知道他是空性 否则你就什么烦恼都来了啦 所有的烦恼哦 空性是绝对的真理 只是我们 很顿啊 没有办法去 消化 去看清楚 其实这个世间 本来就是空性 都是一个假的状态 好 所以你固着在那个假的 包括生病这件事情 他其实也是假象 他是假的啦 但是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 你就会 会住在那个病里面 就精神病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 他真的就在旁边 一直叫我 叫我 去撞车 去撞车 去给车撞 你把他当真了之后 那怎么办 旁边要有人 要看住他 甚至于呢 要讲道理 要比他还要更坚定 你如果有足够的相信空性 足够的相信空性 那就是 他就会 那个假的 那个相信妄想的那个念头 会动摇 就是在看意志力啦 那个精神错乱呢 是因为他的心没有那个意志力 没有那种 惨定力嘛 没有定力他就被混乱的讯息搅乱了 但是有的人的那个意志力是 唯我独尊啊 他就变成 好像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要不然他就想尽办法 用错方向 用错方向 佛是绝对有意志力的 一个至高的圣人 因为他的意志力到顶点 他成佛了嘛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我信仰佛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是绝对的神人 他是圣人 他会帮助我 你没有办法相信空 因为空会感觉好像有瓦解 自己就 大家修空都是用放松的方式修 你了解吗 就是那怎么会 那怎么会有办法 你禅定 结果你禅定的方式就是放空 哦 好舒服哦 你那个是散乱啊 那个是懈怠啊 你遇到严重的无名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破它 因为你平常修空的方式是 是放松的嘛 是散乱的嘛 你散乱的心你哪有办法去破那个祸啊 你破不了哦 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很多人喜欢打坐就是喜欢放松的啊 好舒服啊 你没有用啊 那个只是你去SPA还比较有用 人家帮你按摩 比较有用 你的心哦 在这种散乱的状态也是没有用处的 没有用处啊 烦恼一来马上就转掉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禅定修很久的 说起烦恼马上起烦恼 在坐上啊坐得很好哦 他可以坐很久哦 一行菩萨道马上倒 马上大我直 是不是 你的禅定有用吗 有用 但是他错用了 他没有认真的了解禅定怎么修 那你既然是这样 你就做有为法 你相信佛 佛陀教我们的法门 把他背起来 不断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 四弟十六行观 全部都把他背手 在每天每天的生活当中 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你一不练习苦就来了哦 就让你受苦了 你要很 很害怕那个苦 你要很害怕那个烦恼 好 你要很知道自己起烦恼 绝对完蛋 你一瞬间你只要 哪怕你起一点烦恼 你开始去找 你看我们起烦恼都会怎样 就要去找人诉苦啊 找认识的啊 好 为什么平常你们要打电话关心 有什么好关心的 关心来关心去不是就是都在抱怨别人吗 是不是 打电话要打什么 要就打来给我 打来给师父 看你敢讲什么 是不是 打给谁 打给能够了解你的苦的人啊 有本就说你还好吗 问这句话的人最最无聊 你还好吗 一直是怎样 探奸啊 是不是 有什么好问的 看那个脸就知道了就不好啊 脸那么臭是怎样 脸臭的人就去诵经嘛 你就打坐嘛 你就修观形嘛 佛法这么多 三藏十二不经都不用钱的 每天在那边等着人家要听你 又诉苦了 肚子饿了 没有人关心我 有没有衣服穿 是不是 无聊 你有时间去关心 两个人就去 就送经嘛 是不是 我今天告诉你 佛法就是唯一的解方 就是在大海当中的 服务 你不抱 你就淹死 溺死 还在那边 爱修不修 那你怎么有可能会成就 所以这是 藏教的人的修行 因灭会真 他要不断不断的消灭 消灭 消灭烦恼 消灭就是灭地啊 灭地不会自己灭啊 自生自灭 他就是没办法 他才会变成神经病啊 你要去消灭他啊 你想办法消灭啊 要了解吗 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那你至少先怎样 先帮助别人 消灭他的烦恼 当你在消灭他的烦恼的时候 其实你在消灭的是你的烦恼 你自己的烦恼 只是我们 通常都觉得 别人的烦恼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他只要离开我的视线 就没有我的事 其实是这样吗 不是 所以在道场 它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让你透过别人 看到你自己 有吗 有的人一辈子就跟自己在一起而已啊 就孤独的啊 自己啊 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 你要看到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这道场就是这样啊 可是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啊 这道场里面的这些人 我都看不顺眼 这都不是我喜欢的人 那是吗 其实不是你喜欢的人 或是不喜欢的人 是 你的那个我 跑到前面去 你应该看到你自己 看到自己的那种 障碍在那边 那你就都不喜欢 表示你 每天都在起烦恼 你都在起烦恼哦 可是你没有发现哦 这些人 让你发现 你在起烦恼 然后那个烦恼出来了 要怎么办 悉空观 体空观 或者是中道观 就三种方法 悉空 就是你要知道 这因缘和合 因缘 缘起性空 你要了解 因缘法 它怎么运作 怎么变化 体空 当体极空 如幻 如梦 如炮 如瘾 就是通教嘛 那 别教是什么 叫做 随缘不变 这随缘啊 就是缘一直在变动 你每天每天各式各样的缘 自己也都一直不一样哦 好 都不一样 甚至于我的念头 你今天哦 好像不错哦 明天又不一样了哦 我今天要行菩萨道哦 明天又不确定了哦 我今天我已经出家了哦 我就是要成道正国了 明天呢 一下子就说 我不玩了 你是随时都在跟你自己的烦恼在抢时间哦 哦 一不小心你就又随经流转去了 哦 我们的随各式各样的因缘就在锻炼 你有没有 忘记 忘记 忘记什么 忘记自己的心 好 互助自己的心 这个心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这叫淡中嘛 淡中就是要 一直记得 只有它 可相信 全世界只有菩提心可以相信 就淡了 淡就是只有它 只有这个本具的真如法性 真如法性哦 你有我也有 每个人都有 佛也有 所有的人都有 他是在生死而不然 只有你认识这件事情 你才可以 不迷惑 不会被染污 要不然你就被烦恼 烦死了 真的是烦死了 好 因为什么事情都会有 不是你躲起来就没事哦 你还是很烦哦 好 你在道场当中是主动嘛 主动去接受它 去面对它 好 行菩萨道 因为菩萨知道啊 他的 这个 这个修行啊 必须要 藉由 广度一切众生 而成就 因为我们在 修菩萨行的时候啊 所有的佛都这样子说 有没有 所有的佛都这样说 要发菩提心 不管你遇到哪尊佛 都叫做发菩提心 出家也是哦 你剃度的时候 你也是发菩提心 有没有 你读了华言经 他也是说 发菩提心 对不对 好 那 在家 出家 你只要 发菩提心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 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所有的工作都是菩提心的工作 因为你用菩提心来做事 你用菩提心来做人 你用菩提心 在生活 你的每天都在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还有可能是怎么样 在不一样的地方啊 面对不一样的人啊 有的是你自己很熟悉的 不喜欢的 有的是你很不熟悉 就是不同的人 有的事情是 你喜欢的 有的是你不喜欢的 你还是要发菩提心 有的地方你是喜欢的 有的地方你不喜欢 你还是要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菩提心是怎样啊 随缘 随缘就是 每天都不一样嘛 人事物一直在变动 一直在变动啊 但是他都不变哦 所以他在生死而不染 你不管到哪里 甚至于你起烦恼 其实他也没有变 在生死而不染 正涅槃而非准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静慧之别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叫做迥操两边 这样这样了解吗 就是这个菩提心是这样哦 好 但是啊 他跟原教的不同在哪里啊 这原教 跟原教的差别是什么 他要做 要维护他 要维护他 要维持他 要维持 维持这个菩提心 要做家行 要做家行 做家行 就是修 菩萨行 因为 别教的 菩萨 心中的 中道 他是 超俗的 超俗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是要做 跟世间人不一样的事情 要做一个超凡的 修行人 这种人叫做不及诸法 他不是和光同城啊 他不是同流和乌 他是 窘抄两边 所以世间世 他不做 出世间 他也不做 好 意思就是 他不会染污于 成熟 他跟世俗人不一样 但是他也不是罗汉 不会独善其身 他不会不问世事 所以 如果你是这种修行人 你叫做别教 譬如说 我要做 非盈利组织 我是德雷莎修女 有没有 好 我要去做 他是一个人吗 他不会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信念 我们要做慈善哦 然后我们要去照顾那些贫病哦 好 他是不是因为照顾那个贫病而跟他们换钱呢 没有 是不是 他不是去跟病人收钱哦 可是他需不需要经费 需要 所以有的人他会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号召很多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所以他会有很大的群众 好 可是这些群众呢 他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哦 他是为了完成一种超凡的使命 所以他是用使命在带领大家 这就是道场跟一般盈利组织不一样的地方 你所有的人来这边 你就是因为有这种信念 你才愿意在这里工作 不管是工作也好 当志工也好 因为你来道场做的事情 你在家是不用做的啦 老实讲 然后玉美在家有飞庸 他何必在那边拖地板 可是他看到 道场的地板脏了 又没有别人 然后师父在拖 他一定会抢过去拖 是不是 他不会说 师父啊 你叫那个飞庸拖啊 不会啊 是不是这样 会叫飞庸来 然后让他拖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些事情是 他在家里面可以不用这样 他在道场 他就会怎样 放下他 原来不做的这些事情的原则 他什么都能做 只要 这个是大众的事 这是道场的事 这是菩萨的事 我们什么都能做 所以做住持也是这样 做住持不是 大家就是只有负责站在中间 没有这种事 做住持就是什么 就是后中间国筋 你要有这种想法 你才不会烦恼哦 否则呢 我们就会说 我是住持耶 对不对 我是师父耶 有吗 你如果在家里面说 我是你妈耶 我是你爸耶 那又怎样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我们都以为 就是可以挑 其实 佛法里面讲 他会超越你原来的身份 你变成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高 你也可以低 你可以在人前 你可以在人后 因为他超越的 他不在这个规则里面 他不在这个框架里面 好 可是他会很特别 因为他不太像普通人 菩萨不太像普通人 你看出家师父 是不是不太像普通人 出家师父很奇怪 在人群当中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师父 有没有 请问师父 你们为什么要穿古装 有吗 是不是 是因为你们习惯了吗 我们刚出家的时候 我们很不习惯 我们光头觉得怪怪的 有点尴尬 然后穿这个衣服 也很奇怪 因为他不一样 普通人 他在人群当中 他没有被发现 他不会被发现 出家人 他在人群当中 他会被发现 他会被看见 我们有个师父很可爱 他要去看那个 什么 长恨歌 那个老板 邀请他去看 他说我们法师不能出现 可是呢 没办法 因为要度他嘛 度那个老板 所以就说 他就去找那个斗篷 把自己包起来 结果 等到 大家开始都做好了 他就偷偷地从后排走进去 一下子说 师父啊你来啦 这这这这这第一排 中间正中间 你看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就很好辨识嘛 哦 就是 你不管是不是穿那个很奇怪的哦 你是一个师父会被认出来 哦 即使你穿便服 你也会被发现 其实不是衣服的关系 是那个气场 是那个气质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但是隆天护法是 马上辨识 他靠什么辨识 他不是靠衣着 不是靠法行吧 哦 是不是 他就是你那个发心不一样 一听人家说话 那行人一听这个人说话 就知道他不一样 哦 这就是囧操两边 不及诸法 是菩萨的发心 他说什么事情 他都不是说凡夫的那些事情 他的心态不一样 哦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啊 为什么要念华严经 要学佛菩萨都怎么说话 他的态度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做菩萨 你发菩提心 你要成佛 要怎么护你的菩提心 出家之后 你要依据什么经 你要跟着什么人来学法 你既然来这边出家 你发菩提心 这是基本的 我不知道其他道场 他的态度的时候 会不会讲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自己出家的时候 我的师父就是 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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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就是菩提心啊 到现在啊 有人要来出家 就是告诉他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之后 我们怎么雇我们自己的菩提心 师父你要负责 师父就是引进门 好 然后课本准备好 房间准备好 行程也都安排好 设计好 从早上早课晚课 我们就遵循古法 遵循主师大德怎么教我们的 我们就怎么学啊 道场没有什么啊 道场就是 以前的道场都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嘛 是不是 道场要做五堂功课 那我们就做功课啊 但是做功课为什么要做 因为功课里面教我们怎么发菩提心 即使居士来 我们也是 邀请他一起来做功课 我们现在来学法 听佛法 里面讲的也就是 这个功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是发菩提心 这在其他地方你学不到啊 你听一个人演讲你就听他 奖勋之所以变成奖勋 他变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啊 但是我们来这边 学的法都是如何成佛 没有其他的目的啊 也没有在炫耀 个人 个人主义 你看我这个道场这都我设计的啊 这个佛啊就我磕的啊 没有啊 不会啊 你即使怎么磕你都是要照 规定嘛 有没有 你说啊 这个磕着这样 没有个人特色 对啊 因为佛就是这个样子啊 出家了之后 你再怎么搞怪你也只能 围巾不一样嘛 是不是还是 发型像我们那个前几天那个 受陶 怎么都一样 所以在上面绑个啾啾嘛 你只绑个啾啾 你还是看得出来是受陶吧 是不是 就是怎么样就还是 那个样子 有没有 那 菩提心是这样啊 你今天的海盗道场 你不管在这个道场 还是在那个道场 你学的都是菩提心 你到他方世界 也是如此啊 一样哦 好 我现在不完了 我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 重新开始到下辈子 你想通了 我要来修行 还是菩提心 因为这是唯一的路 这唯一的路啊 另外一条路就是轮回嘛 啊轮回哪一条比较精彩啊 哪一条比较精彩 很精彩啊 地狱 地狱其实还蛮精彩的 他的剧情很多 但是结局都是被碾碎这样 就是他不管用什么碾碎你 是不是用什么碾压 他可以 你看那个地狱里面的行剧就是这样啊 我们去看 看那个 哎愣眼镜里面 他就讲啊 贪嗔痴慢疑斜见嘛 我们有十种习气嘛 那十种习气里面呢 展现出来的地狱的行剧都不一样啊 好 然后地狱的行剧你 要么就是被锅子煮嘛 有锅子啊煮煮煮煮到最后人就融化了嘛 是不是就就就没了嘛 被碾压了嘛 好烫死了 好 要么就是山啊 山把你压扁啊 碾碎呀 要么就是刀把你切碎呀 好 还有一种就是把你吓碎 就是他就有一个牛头马面啊 恐怖的境界 一直骂你一直骂你呀 有没有 好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受苦 苦有逼迫性嘛 好 那逼迫性是什么 你就是身体痛苦 逼迫 每天都酸得不得了 头痛得不得了 牙齿痛得不得了 身体不舒服 全身都是碎掉了嘛 就逼迫嘛 苦嘛 好 另外一种就是心理 被逼迫逼迫逼迫这样子 好 就压迫自己 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很苦嘛 好 那你说 哈 这修行这么苦哦 没有 是不修行才这么苦啊 好 那你要用这样子的 力量 把它扭转 到不苦 你要怎么样 你就去找一个 你愿意做的事情 好 用一样的力量去做 你就会 拔苦 所以叫做行菩萨道嘛 对不对 行菩萨道做布施 做 那个讲法 讲经啊 背经 要不然就是 头目脑髓 嚼劲脑子 你说 啊 师父你们修菩萨道 那么辛苦干什么 因为我怕苦啊 我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哦 我做到忘我 你的头不会痛哦 你一不做 你的身体就开始 要生病了嘛 你看昨天 大家很忙 前天大家很忙 对不对 好 忙完 礼拜一 休息有没有 所有的症状都跑出来了 有没有 就表示什么 不可以休息 有没有 不可以休息 但是我们一般通常都是 啊 生病就是要给时间 生病嘛 对不对 哎 师父 报告师父 我要休息 这样 因为 会生病 我生病的 我要时间生病 这样 好 那你说这个 你看 诸子法师 哦 有的感冒啦 哦 有的咳嗽啦 有的好累啦 有的很忙啦 哦 硬撑 有没有 那你那一整天 刚开始不舒服 忙起来 忘记不舒服 好 等到结束才说 哎 我今天好像有头痛哦 然后就头就开始痛了 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样 那病是假的 他在挑战 你在不在意他 烦恼也是假的 他就是喜欢你在意他 让你没有心情 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行菩萨道要拼 因为你很害怕 你不做 你不做这些有事 有意义的事情 你就有时间起烦恼 真的啊 我们就是很闲嘛 才会在那边问 哎 你有没有起烦恼啊 你就是太闲了 这种太闲的人 你也不用问他 因为他一定都是抱怨 做的一定不是他 因为人家都做死了 都没有时间 抱怨 然后不做的那个 都是起烦恼的 没有在做啦 没有在做太闲嘛 是不是 你都忙的没有时间 你先抱怨你你你你你能怎样 你还有那个在那分析 那个谁都不发心 谁都在那偷懒推给别人 你不会的 你了解吗 事情就是这样啊 要不然众生无边事愿度 你要度到什么时候 你要度到什么时候 我每天都要度啊 要不然怎样 一年要度几个 没有半个 你没有积极主动的去 把握你现在可以的时候 你明年就没有了啦 你就没有那个力量 你也懒 要懒哦 那后年呢 差不多 差不多了啦 要注念了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 我们会越来越老啊 我们越来越没有什么时间 可以做 趁有力气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放弃的 你不做 还是 在那边嘛 你了解吗 就是没有做就没有进度嘛 有做就有进度哦 因为有因果的观念的人 就知道 做都是自己在做 都是自己得哦 你没有因果的观念 你就会觉得 哎呀 那个就他们嘛 就他们去做就好了 有人做就好了 那你呢 你的进度在哪里 大家了解吗 所以 有些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烦恼是因为 你没有看清楚这件事 没有看清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困在你自己的 见识祸里面 然后那个邪见就把你困住了 然后我们又没有力气去破它 就会整个洒在那边 就洒在那边哦 所以现在这个是难得的时间 因为难得有这一部经 华言经 这华言经里面呢 你纵使你都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是照念就好 这佛陀对我们是太慈悲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就照念 念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 哎 你会念出一些心得 啊你都不念 你不会知道要怎么做啊 老实讲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 一个什么 养性 真如法性啊 你要相信 整个修菩萨道的过程 就是 自己相信自己 的过程 你有没有真的相信你自己 你不用管别人相不相信啊 世间人不会有人相信 你要做出结果 人家才会看到啦 好 那 但是这个世间很可怜啊 这个世间的第一名 是会被讨厌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间竞争的法则 让我们以为 我要赢过别人才是最厉害 对不对 好 是不是这样 从小到大你是不是第一名 好 来从小到大都第一名的举手 没有对不对 那你的朋友应该比较多 你说要跟第一名比起来 第一名他比较没有朋友 第一名人家就会说 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 好 但是他因为他第一名了 所以他会觉得 他是第一名 他很了不起 然后就造成什么 第一名之后呢 他的朋友 不是朋友了 有没有 那纵使他有朋友 他也存在着一种 是有若无的竞争关系 好 我跟你做朋友 我想要知道 哎你都读什么书啊 好 哎我也想来学一学 因为我想要把你 对不对 好 所以世间的竞争关系 就是你死我活 没有办法有真心的朋友 如果你用竞争的想法 去跟所有的人相处 你最后没有朋友 你不会有同伴 这是佛法在讲的那个 根源的问题 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式 你比我厉害 还是我比你厉害 你会没有朋友 你没有办法真心的信任任何人 但是如果你放下那个竞争的想法 你是反过来用佛的想法 佛他不是要踩在别人的失败当中 成为第一 成佛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要怎么成佛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否则你没有办法成佛 成佛的唯一要素就是 帮助别人成佛 不是你自己读了很多书 我很会讲经 你会成佛 不会 你要帮助所有的人都 很会讲经 很会行菩萨道 很会度众生 很会断烦恼 你帮助所有的人成佛 你才会成佛 听得懂吗 好 我是第一名 但是我帮助所有的同学都考一百分 你还是第一名 你还是一百分啊 你听得懂吗 好 那为什么第一名不敢让别人 变成一百分 有没有哪一个班 有一个 有没有哪一个班 40个同学全部考一百分 有没有这种班 成佛的班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第一名 因为大家都20分 30分 40分 然后那个60分的就第一名 其实他不是第一名 他只是比较了之后 是最厉害的 可是其实他不是一百分 有没有 世间的评算标准是这样 在这一群里面 取前面优秀的 但是不是完美的 但是佛 要成为佛 就是要一百分嘛 所以当你真的一百分的时候 你立于不败之地 你不会怕人家超过你啦 所以 所有的人上来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还是佛啊 你还是第一名啊 有没有 你的第一名的位置 不会被取代 可是世间 因为大家都很烂 所以怎样 烂苹果里面挑一个 比较不烂的 其实他也不是最好的 但是因为没得选 所以只好 挑一个 比较没那么烂的 其实可能这一面 你看起来是不烂啊 翻过来 哦 不是就这样吗 是不是 问题是一大堆 感情也是如此 企业也是如此 政治也是如此 不管是哪一个团体 只要大家不是第一名的思维 你一定就是有烂的苹果 每一个都是烂苹果 没有一个是好苹果啦 了解吗 但是烂苹果不能因此就觉得 我反正就是这么烂啊 众生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说破世界啊 不是 是因为你没有 用正确的方法 看待自己 你没有教育你自己 你没有让自己 变成佛的思维 佛的思维是什么 我要 我知道你是可以成佛的 我要帮助你 你要做佛 你没有 我们没有偏心 佛没有偏心 他没有特别疼 以前很多人都会 说 啊 建慧师啊 老师上都特别疼你 我心里没想 那师父没有疼你吗 其实是啊 老师上有没有特别疼 没有 老师上是 我的师父是平等的 因为佛是平等的 他是学佛的 他如果有那种 分别心 他就没有办法成佛啊 那他之所以可以成为 大和尚 可以成为一代宗师 他一定是像佛一样是平等的 他才有办法 站在那个位置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把 这一个观念放掉了 你其实没有那个德恨去领重的 你不可能的 你不会成为像佛那样子的地位 你会有问题的 所以 你不用管 谁的优势比较高 你要管你的念头 有没有跟佛一样 你是要跟佛学 你为什么要去学别人呢 你为什么要学凡夫呢 好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众生不能成佛 是因为他一直相信他是众生 众生会成佛 是因为他相信的 佛说的众生会成佛 这是佛法 所以养性真如法性 养性真如法性啊 凡不能减 胜不能增 你知道这件事情 接下来呢 你在生活中 不要忘记 不管你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那记得这件事啊 因为我们好容易忘记啊 我一看到一个人起烦恼 我马上就忘记了 我就想骂他 所以我们自己在还没有成道之前 都不可以忘记做功课啊 因为这个做功课是救命的 你如果久一点没有没有在读华严经哦 你就又要又要起烦恼 又要对众生失去信心 包括对师父们会失去信心 因为师父们也会起烦恼 有没有 师父们程度有的也 其实大部分都程度不好 我们都程度不好啊 我们就凡夫嘛 智商有能够能有多高 常常有没有在讲错话 做错事 是不是 常常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嗔痴 有吗 是啊 每天都是这样啊 每天都在跟自己在那边战斗啊 每天也在挑战自己的信心啊 也会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办啊 是不是 虽然我们嘴巴讲 我要相信他 然后马上就说 真的吗 会成功吗 会担心啊 所以啊 这就是一个因缘 但有课程复辟 而不正德 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啊 会不会成功 因为还没有成功嘛 譬如说我们今年在做推很多案子 我们的心是好的啊 想要让零岁到一百岁 都能够有机会学佛嘛 可是有的小孩他就是不要给你参加了 你了解吗 我的心是好的 那我只能怎样 那天我们在上海 在上海那个 就时间到了啊 七点要上线啊 我们那天不是要上线吗 上线的时候 所有的人就在餐厅 那餐厅刚好在落地窗 就是外面就是街道 然后从落地窗 就经过了一个小女生 看到我们在上线 就黏在那边看我们上线 上完线呢 我们就一直看着他在看我们 所以我们就把他邀请进来 他就很开心很好奇啊 怎么有一个师傅在那边 直播 然后他就变成 我就问他你几岁啊 他说我一年级 我说你一年级 那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 统统健保研啊 他根本都听不懂是什么 他说好 小孩子很好答应哦 其实有缘的 他会 他会愿意 他接受啊 那我们要做会不会成功 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但是 觉得 这个方向 好像是对的 因为让很多小孩子 都能够参与哦 哦 他愿意参与哦 他开始要来参与了哦 那他只要来参加啊 诶 他的爸爸妈妈也会 来了解一下 他的爷爷奶奶 也会来了解一下 那是不是一个连带的 就有机会 接触佛法 这个方案是要想啊 怎么做 我们要开心理学的podcast 然后开始聊 那天那么几个人在聊 题目害我都讲不下去 遇到渣男如何处理 分享渣男经验 接下来又有了第二个题目 这个谈谈什么叫做绿茶表 都被你们带坏了 我根本都不会讲这句话 这句这个是什么话 就定义 大家就在研究 但 哦原来现在的 词啊 大家的用词 就是代表现在的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啊 好那 这样谈有没有用呢 这种谈是一种方式 还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要一直去想很多的方法来引导大家回到经典里面去学习 学习佛的智慧 学习佛的眼睛 学习佛的嘴巴 好 有没有 华言经里面有问一段啊 云和尔为如来眼 云和尔为如来耳 云和尔为如来鼻 有没有 有这个问题呀 佛的眼睛是什么呢 佛的耳朵是什么 佛的鼻子是什么 佛的嘴巴是什么啊 佛的身体是什么啊 佛的意是什么 就是学佛的六根呢 那六根 我们也有六根啊 那六根怎么用 菩提心的六根 要怎么用 就是佛的六根他怎么用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 用我原来的惯性 我原来的习惯 以前的习惯到现在的习惯 所以 出家啊 常常会讲 啊我以前怎样 我个性是怎样 有没有 那你的以前跟现在就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要想 我出家以来 我学习像佛的方法 就学佛嘛 专心学佛 因为我的头剔了 我长得像佛了 我的眼睛也要像佛 我的耳朵也要像佛 所以每天拜佛的时候 就要问 哎呀佛陀啊 我离你还有多远 我有像你的吗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老师嘛 我像你的吗 我说话像你的吗 我的讲话 我的思维 我的表达 有没有像你 我的心有没有像你 好如果佛还不是你的话 我们就要学嘛 好学学学 学到最后我就是佛 我的举手投足都是佛 啊原来我本来就是佛 我是可以做佛的 是这样啊 好那 这个叫做原去修 驻发真修 原啊 攀原啊 攀原着佛陀啊 佛陀很慈悲啊 我也要像佛那么慈悲 所以要记得啊 我像学佛 不要说 哎我没办法 啊我们就没办法 啊你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你了解吗 现在就是因为没办法嘛 所以学嘛 学一点点就像一点点哦 会越来越像 好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态度啊 叫修嘛 好一直修一直修好 好 好